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第一 副辯蘇宇彥同學 第二 副辯莫士靖同學 第二 劉表提同學 反方主辯陳子柔同學 第一 副辯奉勒勤同學 第二 副辯莫士靖同學 現在必變紅紅庭 好 我們今天很榮幸邀請到三位評判 為今場的賽事評分 她們分別為 副辯莫士靖同學 加合派與中學辯論隊 副辯莫士靖同學 黃麗杰同學 今場的副辯莫士靖同學 加合派與中學辯論隊 副辯莫士靖同學 在四個環節 發言時間是4、3、3、4 公面圈每方兩分鐘 自由面圈每方三分鐘 每次發言時間 結束前會有3至1斤的糖尿 時間會有2針的糖尿 超時15秒就會連的幾下 詳細在揮之前已經發佈給三菜 學校請問三方有問題 沒的話現在先請正方主 你解釋你有4分中的時間 謝謝大家 最後請問提示 親民評判在座各位大家好 今天編題為中醫服務 英男的公認要體系 編題中的中醫服務 根據香港社會大學中醫藥層所 香港的中醫服務主要可以分成 內科、扶科、中留科、半科、真夠科和上科 現時的一個醫療體系主要分成 主要可以分成醫院管理局 和衛生署兩部份 醫管局下有公認醫權的診所 衛生署就拿著中醫藥貼禮 巡查、監管、私營的中醫服務 在2000年 政府確實將中醫藥公認醫療系統的私道計劃 通過醫管局、聯合非政府機構、本地大學 三方面展開運作 向18區分開設立教育中醫教育中心 這個計劃當中醫醫管局、中醫部主管 鄭大芝表示 中醫介護中心上的診斥人數 超過100萬人次 還可以提升2至3成的服務量 由不及此 我方常常將中醫介護公認醫療系統 科目主要方面三部份 第一、公認醫院方面 將骨科、腫口科、中公子等的中醫服務 加入醫院 第二、公認醫療系統 全自行的便宜 增持中醫留間用診責、分立和專家健康 第二、公認診所方面 接行香港中文學校中醫學院的復原儘長 跟持久教授的便宜 在普通科和專科診所上 引入中醫藥、針灸、骨箱等的服務 並且增加這一類的診所是中醫藥服務資助 令市民更容易得到中醫藥服務 第三 將公營醫療的資源用作 擴展至中醫部門 將發展成熟的社會原體 例如是東華三宇 國外醫院等等 令他們的中醫隔離中心 而又是公營診所 一起成為急性室 非更加病毒出現狀況 而今的審視變動 將中醫達到公營醫療 能否能夠幫助到現時的公營醫療體質的不足 並且是促進中醫院的發展 可從來將會從而下兩方面 正在面對 首先在公眾方面 可以用中醫專長 舒緩體系的負荷 香港公營醫院人手不足 英文新聞 市民需要長時間的入口才能夠得到醫藥服務 因為衛生署的健康數字更高 即使是實驗得證服務 平均入口時間都超過一小時 這股局更加在去年的流行高風景的故事 接近病人的入口時間 足足需要八小時 如果適用中醫界中心的成員資源 而就已經可以即時 提供多餘 30萬人 持人的健康服務 從而縮短市民的入口時間 同時 中醫放入公營系統 市民亦可以用這麼便宜的價錢 接受最適合自己的治療 正如香港中文大學 中醫後院副院長 二手教授付出 中醫治療對於常見病 例如傷風 流感 濕疹 都會遇到效果 請問有方 使用提供家醫生選擇多了 對時間少了 故事不壞事呢 而且在中醫業界方面 不如集中研究之餘 推動研究發展 中醫業界要提升物財務的專業水平 需要穩定的資源 推動醫學研究 由於醫師的資助在一次成無款 中醫師的身份不受保障 結果職業考不到數 逐漲的憂慮 加上無款 流行直接供應在科研方面 根本等於剛才中醫的專業水平 而浸大中醫的學院副院長 趙忠正義都表示 便想診所的中醫屬於公營系統體系 因此想管理及負分方面 便能達到一次水平 如果中醫服務 加入公營系統體系 中醫師就不需要委託分子 可以專長在醫學研究 請問有方 你們喜歡業 值得發展呢 如果值得加入公營醫療系統體系的 任何方法可以訪問到他們 謝謝各位 請問主編發言時間 3分57秒 無過事 不想求分子 現在有請反方裏面 有4分鐘的閉時間 準備老程去計算事件 主席 評判 有方我 各位 大家好 各位有方 把中醫藍工營醫療體系 那麼好 簡單的事情 是不是真的這樣呢 工營醫療體系一向非常煩惱 把中醫藍政府的醫療體系 是否真的可以幫助香港政府 消耗工營醫療的壓力 還是會越幫助我呢 我方 今天的閉時間是準確有以下兩個 第一 將中醫藍藥去公營醫療體系 是否有益設性 以及符合香港的壓力 第二 將中醫藍藥公營醫療體系 是否真的可以撤入香港市民的利益 如果有方 今天沒有辦法證明到 中醫藍藥公營醫療體系 可以在這兩方面都可以做到 今天裡面是全得性的 我方向反對面提的原因有以下兩個 第一 香港人對中醫的需求 其實是非常之低 今天政府和他們在2017年年底的調查顯示 香港人選擇中醫和西醫的考察人數分別是1比9 而前往醫院管理局合下的中醫 診所求醫的人數也都持續下降 最近更加跌至0.7% 由此可見 香港人對中醫的需求是極低 甚至根本都不相信重醫 政府原來將資源用在已經沒有什麼不選擇的中醫 倒不如用這些線去解決西醫人數短距的問題 真真正正地解決香港人的歲月 第二 是中醫的成本高 效益也不顯著 當然醫療體系一向非常發揮 但是中醫一般都不可以像西醫那樣 在短時間裏面就可以將病人醫好 亦都需要多次而且頻密的覆診 令到中醫的診證人數會變得很多 輪下時間亦都會變得很長 而且 中醫所用的藥材價格 也都會非常重要 政府很難去預計它所需的費用 有一個同學也都說到 他說 中醫是可以解決人數問題 但其實中醫沒有辦法再解決人數問題 所以現在臨頭時間已經這麼長 中醫雖然很長時間去診證 但是 其實中醫就是可以解決人數問題 但是 中醫其實用很多藥材 都是用一些野生的毒物 有些野生的靜物 其實 但是這些都是給很多人 會 如果 正非將一些藥材去政府醫院體制 其實就是會 令到很多時候 就覺得 我們應該要用多一些藥材 總會至上所需 給予陳潔駿 就是這樣 法官處理辯的大事 教委 兩班攜手不要 無國的事 所以扣翻 現在為公辨或指公辨一方 可自由挑選對方一位別以為 不加問題並單對對手法不追反 無大方不得法反 亦不能法斷公辨一方 而言以為公辨一方可惜是隨便 亨本不願意從可惜是否扣翻 每次一番 如公園一方如常大 二人平均開始 才決定是個扣分 開出可能問題 好的話 正方請自入派出一個原作公園 請選自由選擇打開一位原則實施 我選擇打開一位原則實施 我選擇打開一位原則實施 我正方的公園 正方公園開始有兩個時間 中方時間兩小時 請問有位同學 你們說到公園是一種禁煩惱 你認為這個問題不需要去解決嗎? 需要 請問有位同學 你們用什麼方法去解決呢? 我覺得應該增加西醫方面就要不要把中醫進去 有位同學知道中醫有什麼用 你有沒有看過中醫? 中醫層真正方法沒有知 但有位同學 不要反問 第二 我想問 你只不過在講增加西醫的人手 我想問 你們只是在增加人手的時候 我們增加西醫和中醫有什麼不同呢? 我們增加 廢西醫的不得中醫的固執就是 它的審訊治療 剛才我們主編已經講了 它的審訊方法 審訊方法都很長的時間 所以事實也很頻密 無論 如果加入了這個公園體系之後 你剛才我們主編已經講了 公園體系有一段時間很長 如果我們再將這個療程方法 我們就會聽到 首先 我要指出 這裡其實有一個不同的資料是錯的 因為它在講這個 就是講一長時間輪投 但其實沒有跟我們講要輪投多久 但我們看看原來中醫有個先途計劃 你已經在做的 我們在講的是什麼呢? 在流感高峰期 西醫可以中醫幫助到 輸入2.7萬人次的一個流感的時候 和輪投時間短過一個小時 你跟我們討論清楚 急症生現在刺緊要的病 都要輪投8小時的時候 有個輪投的時候 到底哪個輪投時間長呢? 其實中醫他每次診療的方法都是過的 你知道切是什麼? 切就是打蜜 打蜜就有分 要看蜜是多長 是 麻煩你 阿公好 我想問一下 我們長時間輪投 那是不是證明他醫不到病呢? 就是證明他其實你看到的時候 是醫到病阿公好 就是你醫到病 但是是時間的問題 我不要打斷網 我還未問你的 我想說的就是 你醫家有沒有討論給他看的機會都沒有 你跟我們說要長時間覆診 但是你又加不到數字 何時要覆診一次 還有我想問 有沒有跟我說過 是 麻煩你 現在來到梵科公辯 梵科公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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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某些刊文 沒有 類似 先 剛剛有跟我說過中醫先導計劃 我沒想到幾多問題 1003萬公辯 我不理會 當你打定期間接觸之前 你有沒有聽過這個先導計劃 有 我想問一下這個線路計劃 會不會是因為沒有人 所以我們大家都律政不了 會不會是因為沒有人 大家都律政不了 第二就是剛才有幫我講過 我們沒有講中醫龍頭多久 好了,我現在先講一下數據 中醫其實在複診的時候 要生疾的事情 或是隔天就要去看 而穩定都要一個星期複診一次 相比細以醫管局的資料為例 在外科人間的 那些生疾是一個星期複診一次 而穩定的病率 就是94個星期複診一次 相對來說,如果我們放中醫 放在複診體系的話 你們兩個時候有事人更加 更加補足的同學的討論 但有方要澄清一點 不是沒有人看中醫才搞星期複診 而是政府見到現在有很多人看中醫 所以才搞這個星期複診 嘗試將中醫的好處 放在複診體系複診 還有有方跟他說這個價錢 我們今天政府放在這個供應醫療系統 就可以解決一個價錢負的問題 市民見到價錢便宜了 他們自然會去選擇中醫 不是中醫 市民價錢便宜了 走來看中醫 導致越來越多人看中醫 那麼你們的導致上禁場 可以解釋到有方同學的問題嗎 有方同學 越來越多人 多謝大賓同學 越來越多人看中醫 就可以解決我們今日吉正室同學的問題 現在 越來越多人看中醫 不是因為中醫的補責 而是因為他們覺得便宜一點走 就是中醫 有方同學有沒有想過 如果用這種方法推放 這個中醫其實沒有問題 在一個很不簡單的推放方法 有方同學 便宜是一個好處來的嗎 有方同學 便宜是一個好處來的嗎 有方同學 便宜 還有他有需要去看 因為有方同學 但問題就是 現在的市民都會覺得 都會比較喜歡看西醫 因為他比較化效率 比較快 這樣便符合很多市民的需求 有方同學 你講的喜歡看西醫是怎樣 一上面 他在公電還 不早 請教 mondaine 請教CT 組織 請教導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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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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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主題評判有方同學 各位大家好 首先我必須澄清一件事 我方從來沒有否認中醫的功效 亦都同意他需要發展 但是我們覺得現在不是一個適合的時間 因為有種類的原因 剛才有方同學是沒有給我們機會提到 我現在就說一下 有方同學一開始衡量檢查的準則 就是可否滿足到現在的 可否解決現在的供應 醫療體系的現況 可否滿足到現在的北中 又說將中醫擺在專科 北科、中藥科等等 好了 有方同學 你知不知醫療的專科要多長時間 譬如剛才所說的皮膚科 或者是中方等的問題 好像真的很有效 但是有沒有想過時間的問題 現在我們在公營醫療體系的等候時間已經共長 在專科上已經講過 內方的時候 如果是一些新剩要94個星期 才可以複裁到一次的時候 如果中醫變成公營醫療體系 他又要長時間複裁 但又安排不到那些時間 安排不到附身的時間 敢來拖下整個中醫療程的效率 和它的效率 第二就是想說一下 有方同學 就中醫在急症室 根據急症室的數據 西醫平均每一個病人 就要看六至八分鐘 這個已經是非常容易的時間 而中醫大家留下 剛才我講過已經有望文文節四種方法 除了要把脈之後 就要看它們的面相 或者跟它們聊天等等 這些都是中醫的 中醫其中診症的方法 這些是不容自然的方法 而且可以說把脈 把脈也有很多種 譬如是看一個速度 看脈瀉有沒有靈感等等 這些都是中醫要慢慢耐實去看的 不是一至三分六至八分鐘已經解決到 有可能我如果敢把中醫 放進去供應治療體系的話 中醫是沒有足夠的時間去看每一個病人 也沒有足夠的時間去醫治 清純要緊負一個病人的需要 很大機會拖累病人的狀況 還有中醫痰症 剛才有同學講過 針、針灸、矮咎這些好像很有用 但我跟同學有沒有試過看中醫 知不知道針灸是怎樣的呢 其實針灸除了針灸下去之外 還有這個療程是要差不多三十分鐘的 而三十分鐘裡面 病人是因為細菌之針不能亂動 要放在床上的 我想問有方同學可以怎樣解決這些問題 在公營體系裡面哪些床位不足的問題 時候還要放一張床給他針灸 針灸每次都要三十分鐘 醫療不是這樣吃餐藥就搞定無路 還要針灸等等 才能解決到有方同學 剛才所說的中風、皮膚症等等的問題 還有有方同學所說 他覺得加入了中醫之後 我們舒緩醫療體系的壓力 醫療體系其實有八個小時 剛才有方同學所說要等八個小時 是有方同學要等八個小時 如果他將中醫放進去的話 其實只會令我問候時間更長 因為每一個中醫所說 都要診症和治療都要用很長的時間 所以同學生最後一問有方同學 私立市場都有支付盈規的選擇 為何中醫支付盈規就不行呢 多謝各位 然後方便準備發言時 入去3分06秒 很多時候 不需要頭髮 現在有請正方第二部份 還有三不喜歡發言時 歡迎我請去第四個小時 第一是整年有些事情 原來他們今天完全不是反對我們的別題 中醫服務應該加入公認醫 他們只是在實行上覺得我們中醫要看很長的時間 所以就不應該加入 但有方同學的輪候時間和體症時間是一樣的嗎 為何有方同學覺得我們體症的時間長 就等於輪候時間會長呢 有方同學今天講針灸的例子 有方同學30分鐘針灸你都等不到 請問有方同學你怎樣等 跟我們說你要等8個小時 今天我們直接見到的是甚麼 中醫加入這個公認醫院 可以即時去提供這個人手出來 即時去舒緩你的急濟生的問題 還有一些專科的輪候問題 有方同學我們講到現在中醫先頭的計劃 已經是有18個中醫醫院中心 22間醫療車 6個中醫所 如果他們加入中醫的醫療部門 就可以即時去舒緩你的輪候問題 有方同學來講長時間治療 有方同學其實你對今天要命還是時間 其實有些病我們可以醫一輩 如果有方同學講長時間去醫我們就不做的話 有方同學一些西醫的化療 甚至是做手術排期 我們因為要等的時間長 我們就不做有方同學 其實其次今天有方同學第二個錯 資料錯 因為有方同學說甚麼 中醫沒有人看的 只不過現在這件事是1比9 香港人一直會選西醫 但問題是甚麼 問題是現在有方同學數據出現 政府根本沒有將中醫服務 加入這個公認醫院 市民會因為價錢貴或者等等的問題 而他們不看中醫 有方同學如果中醫加入了公認醫療系統之後 有方同學也否認不到 有些市民會因為價錢便宜而去看西醫 還有我們看到司徒計劃也有說 我們這個中醫服務員 已經是有100萬人次去看的 有方同學如果那個地道 我們就說到真的沒有人看到 那100萬人次是怎樣走出來的 總結有方同學今天 四個播放不到 第一 市民方面 那麼差那麼便宜 其實在公認環節 有方承認了中醫疾 而且當然能夠舒緩現時的 急症和門診普貪 而且有方同學今天 反對不到 是會因為有市民 因為價錢便宜 政府方面低成本 高效應 政府資助中醫每人70元 對比西醫資助每人急剩600元 普通門診220元 中醫是絕對優成的 中醫方面 速進發展 有沒有我們今天由始始終 無法答我們問題 中醫到底需不需要發展呢 中文大學中醫學院副院長林志秀 都說公認醫療體系 能夠令到學生留在本港實習 有了會養人才 接合本港的醫療環境 故事編今天面題的 謝謝各位 請完成 怎麼不得用中醫的原因 其實是因為我們對他有懷疑 曾經有一個台灣人在大陸照上中醫治療的時候 就因為他注射了龍膽斜乾湯中藥針劑 但因為他毒性太高 令他中毒變得乾吹血 但其實有朋友有沒有發現 其實我們現在有很多中藥財 它全部都是這個規管 就不算很良好的情況下 其實我們香港是藥財 其實有時候我們的治療未必真的有效 但西醫其實有很多治療有效 就像同學說的皮膚病 其實西醫是一種治療治療 可以一次性解決這個問題 亦都可以令它不會再復發 同學你是不是認為這個效率 比中醫長期治療更好呢 而且這個我們需要澄清的是 我們認為中醫是需要發展 但是發展不代表我們放進去公營體系 其實我們香港都有常見的 這個中醫院未必需要完全放進去公營體系 然後去私營市場其實都是很好的 例如你剛才所說有18間的中心 可以提供中醫服務 但其實有三間中心就只要去到7點鐘 而去到8點鐘營業 只有一間雙方例如私營市場 反而有三間公營就要到2點 是比較自由的 香港人回到員工之後 去下班才可以去看醫生的需要 其實有分同學是否認為 我們真的把公營體系統現在合適呢 而且在我們的私營計劃 你們說得沒錯 只要有70元 但其實他有100元的住院 他每一個人自己每天 有200元的參加費用 他只是將一個費用轉嫁 交在這個病人身上 其實是否真的做到你所謂的便宜 那我們就有很多商科的地方 而且很多的中藥財其實是需要中藥 但是香港人其實他們總之方面的管理 其實是不大 其實大陸中藥財有差不多41種 但是香港規管了之後275種 其實很多的中藥財香港的中醫師 未必有足夠的認識 他們可以使用到 其實是否真的發展得這麼好呢 其實我們應該等一個更適合的時機 例如中醫院一個合適的設備 讓我們可以使用到的時候 或者中醫的規管更好的時候 其他所有東西比較發展完全的事情 我們先走去 將它搬入公營體系 這樣是一個比較適合的時機 但是現在這個時機 我們是認為我們應該將這個時候 這個院這樣緊湊的時候 也應該會任何發展完全的事情 就將它擺入公營系統 多謝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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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主席 评判 九方和队长 各位大家好 我方我从来都不代表香港在游衰的团阔中医的市场 协助中医推广 但我方今天是未见到有病折性和零驾性 是需要将中医服务去纳入公益的医疗体系 我方藏三个港岛出发 第一 我方做市民的港岛出发 我方以为市民所需要的中医是协助他们的养生 调养生前 即使他们有病 都要令他们可以是调养生前长期康复的服务 而这些都是需要长期复尘 按照病人身体情况调整的服务 而游蜂和我将中医服务纳入公益医疗体系 就可以舒缓医疗体系的负担 但透过中医人手舒缓洗衣 再透过中医人手去舒缓洗衣人手的服务 而游蜂和我明不明白 人手服务背后的原因是什么呢? 就是因为很多人因为公益医疗价格低 所以滥用他们 令人手压力大 人手符众 当我们将中医服务纳入公益医疗体系之后 就象徵着中医服务的价格会变得很低 报求令到大众受益 然而 当中医服务价格降低的时候 就会令到市民对中医服务公益中医服务的需求大振 涌入到中医服务 令到服务能够时间滑入到提升 公益中医服务根本无法抑制 中医原本要协助给人调理 长时间覆尘 必须再来检查的效果 令到市民感受不到他们原本要去量身的效果 情况就算急症服务很便宜 但市民胆用急症症 导致排很久都没有提急症 根本是提升不到市民的利益 第二 我方从政府的角度出发 政府投降了这么多支 都没办法令到所有的医疗服务普及化 既然要做到普及化的话 为什么政府不把所有的医疗服务 都拿进去公益系统里面呢 我公益中医的需求是不高的 是很少的 政府的政策其实是要令到所有普洛大众去受委 如果政府要中医 其实是不受香港人 根本就应该将治医院 投降这些无人选择无人 为什么中医 其实我发现中医是应该留快私人事量 令他们可以竞争 再将政府的资源 投降其他更加有迫切性的议坛 例如医院疫西医人受断决 医院的床卫消等等的地方 才是更加何处 是可以令到更加多病人和香港人 有特别的做法 第三 我方今日从医疗体系的角度出发 有可能我今日的方案 就说我们要将中医的掘科 中留科 又或者将针灸中医的医药等等 都要加入公益医疗体系里面 没错 这样的确是提升医疗服务的多样性 但是政府其实有没有足够的资源 怎样做呢 政府医疗开支本来就是非常大 至于香港的厂值大部份 很大部份 而将中医服务去达入公益医疗体系 就象征着政府要为公益医疗体系的医疗服务 公益的中医服务 这些长期性的开支 附上大部份的厂值负担 而政府其实之源有限 也只有两种方法 去将中医服务 例如公益医疗体系所带来的财政负担 去提供一个解决方法 第一 要么我们要么就要扣减医疗开支的其他部份 去换取到中医服务里面 而这样做 也就是我们去损害了其他医疗服务的领域 令到市民没办法去享用这些服务 第二 要么我们就扣减其他公益服务 例如运输 例如经济 例如建筑 这些公益服务开支 也就是公益服务 其实政策是要量入而出 避免赤字 根本就不可以开戴水核 必须以合以上两种方法 不可以将那么多资源投入中医服务 令到控告财政变得不稳定 去为中医疗提供稳定的资源 根本就是提升大部份人的利益 付出小部份中医的部份利益 究竟什么是理想的医疗体系 是否将所有医疗服务就能入公益的医疗体系 就是最理想的方法 难道不达入公益服务就是厄杀 其实西医我们看到都不是资源公益 而他们的资源区也都未进入 这些私人西医 资源区也都没有问题 而我们看到 现在将中医达入公益服务 其实已经没有这个必要性 都不会造成厄杀 所以我方认为今天便是最不成的 多谢各位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好 多谢各位 谢谢大家 大家好 我之前的多谢各位 今天有方计划 太多谢谢 今天有方计划 这边是 每天一边 这边是 全国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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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亦認識得不夠深 保釋貴隆平和香港的國民的發言 這個位置的發言 他們的態度就是覺得西方經濟 中醫治的國食率很高 反應不及處於方向 但是兩個三地 甚至變成黃國的中醫 都已經自願盡他們有擅長的醫療方法 台灣中醫療症 香港中醫治沙士 我們今天不會打算比較中西醫的溝通 我們只是想社會上有用的醫療治療 更得到盡庸 和有幫人比反中醫治療 就變得更加好的醫療著想 其實那方不難發現 那方沒有更加疑似中醫的內涵 那方更加清楚 今時今天是我們中醫發展到甚麼地步 事實就是能力、工具、或是地方 中醫都已經準備就緒 由社區入面去到白熱塵所 急症去到健康 由純正中醫去到中世合璧 又到向兵去到棋蘭雜症 中醫都已經準備 每對香港的醫療 作出更大的公煙 中醫控名片就是能夠補足現實工的醫療體系的不足 而我作為政方健便 聽說有方怎樣阻留中醫家有工的醫療體系 我問見有方會認同 那方主片看出的問題 就是中醫是否可以解決 即是否可以補足現實工具的時間長的問題 因為你們根本就沒法認真 市民排隊時間少了 選擇多了 還是一件壞事 所以今天有方同學 以均勇免避機或是火備無方的問題 其實有方同學 很搞笑的 他跟我們說 中醫審診時間長要用30分鐘來做針灸 但你們口中所說的實意又要做花 例如如如正義師哥 相信這些檢查已經超過30分鐘 那不是現實意的審診時間是沒有中醫場的 那按照有方同學的邏輯 如果診證時間長 就不易 那就不細意去取消 雖然有方今天可能都有要改善香港醫療系統的念頭 但是有方今天整理以增加人手跟我們講話 去跟我們講話去改善 大家都沒有提出要增加多少人手去改善香港的醫療系統 反而國外那方提出有利方 而貴南有方同學的態度就是 認知醫療負 認知醫療系統負好大 大人快見識不救之餘 還要落寫一下室 何況一二災 災營三個棍有方同學 如果中醫不加入風險醫療體系 他們有甚麼方法去改善香港的醫療系統呢 有方同學並不回答 還違反嚴重的血管何況不夠接受 其實剛才有方同學自由面對的環節 講到中醫是方間的宣傳退果 這個可以做得好的 就是因為方間有這個宣傳和推果 就代表他們家人家有風險醫療系統 其實講到最後 可以用回剛才有光一副 和公典所看出的我問 就此次他喜歡 而有方同學今天打得很好的東西 但我不是他們說 我真的不清楚喜歡的東西 實際上跟警方問 在答我方的問題的時候 都會做他們的問題 但問是今天有方同學 吻的問題 覺得他們好不了解中間 事實在今天有方同學 對解決醫療的問題 錯事了 考慮得好不爭吻 所以因為平凡的答應 多謝我多謝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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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方我最大意見 其實我們都知道中有他的理解 也都知道現在我們所有政府 都有一些人是幫助的 今天要求我們去講的討論 究竟男人比男人公園 是要上水保存的 有些人是有的 用政方講的 我們都會講的 在開業的時候很清楚 我想這個真正去 我的意見就是 以兩個民間去到一年的事 即究竟是完全沒有政府的 供應第二大約之下 屬於提供的中間 和在你的人之下 就是很清楚 究竟相對的質素 相對的程序 很多關閉的時間 或者是可以持續好的 所以我們會提供的費用 究竟是怎樣的 現在8萬元的 就是在你的治療之下 會像西方的作用 對於這些醫生來說 究竟現在是 暗淡的 或者是在人之下 或者是在鎮大 在醫生的治療之下 我們會比較常聽 多些的人 我們會提供出 多些情況 就變得很好的 所以我感覺就是 正方的在開戀中 但是總結局 我們就變得說 現在終於有這些 正面的問題 他們 擦 第二 就是我們不公認 他們的解決 用太多 不是為他們的解決 問題 所以 我們會再發展 發明 所以其他法國都反對 沒有 或者令到 其實有 命中 都會幫助 英國之間 那些人正常見到 成績上的問題 我也沒有 可能 有一個招 就是 中醫和世衣 應該不是用150 買那個一年的十八家 重受相對世衣 因為一年的世衣 買兩個人做 肯定不齊 所以我想 應該相對這個成本 是應該 你可以進行 這件事 這件事 反方 反方說 兩個 第一 就是 所以 第二 就是 一個成本 我理解 其實 在反方的世界 為何 在演繹 香港 投放 支持 一些經驗的政策 或者優質 之類 我覺得 我們應該 在這方面再發展 政方 因為政方 一個公務大部分 中醫力 都可以去處 例如 否則香港 中醫院 為何你不給公安 這樣做 他不可以去處理 如果突然 反側有處的政策 就應該自動放大 這樣 你突然 中醫院 有它的認同質 在社會的政策 現在都不會 或者 要有 比你發展 公務的中醫 更加 不夠錢 有 可能 一旦轉向 成功 西醫方面 很多 政府 都是自我 但很多錢 不願意 可以 下巴巴 很多 那些人 你可以 在開店之後 再 兩個人 提醒回 整理 不是所有 而且 就算要做這個 我覺得 兩個人 都願意 做完整 那我就會覺得 比較常的提醒 就是他們 回應回 對手 說我 不可以 終於有 但是 你不滿意 到時間很長 那我未 找到幾個 票 或者 在 中醫院 那個計劃 都尚未 邀請 投票 那這些位置 可以 動到 正確 那個 第二個點 就是成本 高效益 但是 如果財格多了 要補充 或者 封鍊 就是 最高 成本的 就是 那些 深切直位 就是 深切直位 第二就是 治療 薑 鏡 不是等於成本 對於成本 就是高的 對於薑 不是成本 這類人 是最高的 那如果我們考慮 考慮醫學的 或者醫療 等成本 可以考慮 對你 我的風景就是 這樣 你也知道 一向一向的醫療 基本 就是 很多人 都分給付錢 所以我沒有機會 那如果你要突然 就是 就是 我今天加了成本 合理性的合理 那種 你便會有 需要的事 就是 你不可以抽出 那正如今成本 都可以抽出 為什麽 你細心做的 做法 也有 我覺得 這個問題是 你怎樣去處理 即是 你可能是中醫理所 可以 就算一個 不是很大的 也都 還是長的 氣息 他就是 你去 原諒 他天生 所以 你不可以 解釋 他都可以 成熟 那麼 我肯定過了 那麼多這些 現在公認業 那麼少 都可以 去將 其他都要 那些 全會 我們見到 比較上 不受歡迎 特別是 我這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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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那些 那些 你將這些 不受歡迎 解釋 就不會 不忠意為 那我對他們 都輸了 不值回 評判有感 謝謝 謝謝 比較好 謝謝 加上泰宇宙航行才對負責的視覺 我覺得這條影響 第一個要想的是 人間公益這些體股 其實在哪裏呢 可能說人手不出 雙人時間都出現 這個人手不出 因為西有人 或是公益體裏的待遇比較差 即是長工事 身金公布私人的意見都比較好 所以你投入作為甚麼 為何我這樣想呢 因為如果大家想保留 在那裏解決其中一個問題都沒有解決的話 就要想想 如果將中醫火將這個公益體裏 會不會都有機會追蹤會走出來的呢 如果我的待遇 仍然在教治西伊都沒有 或是叫八卦 或是太辛苦了 會走出來的話 會不會有這樣的情況 其實都會照出來的呢 這樣說呢 就是究竟真正的原因 或是這個心理體 現在公益的負負負負責問題 在哪裏呢 如果將中醫蠟為馬虎 會不會其實是 都會重複複次的做 我覺得這個是太懷疑留下 通常講到輪度時間 有時候就講急症 輪度時間很長 那就可以這樣留下的 那在甚麼情況下會停急症呢 你看急症期過去的東西 可能會快一點 輪度時間可能會快一點 輪度時間可能會快一點 但同事的情況可能呢 就說你快點回復 都明明了急症 那我意思就是說 將公益放進去 對於急症室的輪候的舒緩 在數字上可能會比較容易 但對於看急症的目的來講 究竟能否完全對應呢 那這個我覺得是 威脅的第一個問題 第二呢就是講 解決方法給你們了 那由時提到 將一些錢要放在西裏 即是 想著貨多一點 就可以留下 那其實我覺得 那些錢要放多呢 實在是 現在已經放了 現在呢 這條路那裏呢 可能有成八九成 可以放在西裏 即是說那個公益是中 中醫環西裏 那有些錢還要放多多少 才可以留下 或者接回住 如果將中醫環公益體系上 那可能 看看房益公益體最終是怎樣 是否生存啊 福利啊 全都要同西體制 如果是的話 其實成本 然後放在中醫有多多呢 因為 如果那個財政庫 不會單純成本 或不是呢 其實可能都很沉重的 那兩個 我只能夠問一下 或者想一下 預計一下 或者一個款式 第三兩項呢 就是 我見證方的一個論點 就是可以預計達成的 其實我想再聽多一點 是比較熟悉的 因為好像有一點點 是否叫拉呢 或者不是 重點都是放回前期 就是 外交啊 房益公益 其實 就是 原界法制那裏 是你們的一個論點 即是說 家人的鏡位有在 中醫法制 又或者都提了兩句 其實那個關是有多大的 而是因為 如果人家看 譬如說 可以建設一個私營的中醫院 即是將來交易 那又 會都幫到業者 即是公營 和私營 如果都有醫院 都是中醫院 那個發展那麼差異的呢 那 為什麼公營 就可以有一個中醫發展 但是 如果 現在將來不像一個私營的中醫院 那我就 做不到呢 有什麼分野 那這個可以計算 那麼 我大概就說 就是這些 很緊要幫你 房屋 很有論法 我已經寫了一張分子後面 那現在有請 新聞網站 副總監 和陳先生 我們同學 我講反方先 我覺得你們 那個最大的 立刻點 就是說 好的 中醫 是很 就是 每個社會比較低 還有 公公、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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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服、 乘搭很多的時間 香港人非常保障 在做到技術 我覺得這還是錯的 其實中醫是有很多的價值 就是 如果你將所有的 湯放下去 立刻點就是 去確認中醫的價值 這個 就不應該將中醫 頂 conjunction一點 但是 我覺得是不錯的 因為中醫 你說有些假冒的中醫 開隔時 西醫都有 學校都有壞人 這個不是 我覺得中醫都有錯的 而事實上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看中醫的 中醫在某程度上 病常的表現 西醫都承認是中醫好一點的 癌症 可能西醫醫不好 或者醫護膚都沒有 也沒得醫 但也有不少病人 可能看中醫 或者影響一些 其他的研究法 所以如果你把所有的研究 所有的壓觸點 我覺得已經是走錯了這裏 其實基本上 我看你們四個同學 每一個人都是拉下拉下 就是由開店 到一大二人 到電店 人都在拉上一些研究法 我覺得這裏已經是走錯了 我聽說我覺得 感度很差 就是你們就是糾定這樣的人 而是去做一些比較科學的分析社會 所以說服我 應該會把所有的研究 另外就是整體來說 你們的粉朵都是鬆散的 對方可能有人贏你搭錯 但又沒有再用多一些反駁的 然後下一步呢 可能又說回不同的事情 例如隱藥中 記得你們有同學提過 其實中醫都好的 是OK的 但一旦下一個 可能的工具體 一旦這裏就不行的 或者一些藥材 又可能是沒有假的 又很貴 接著講一下 是否這樣 要將人用醫學 其他人都放進去 我覺得 感覺會有點厚洩 即不是一些很有實彩的類型 然後他告訴我 為何會有甚麼辦法 那不是太理想的 另外還有一個項目就是 我自己的感覺 其實公認醫療體 是否等於急症 我覺得不是 急症就是急症 是其中一個部分 你看了急症之後 還有其他可能要 例如老人家的治療 可能是癌症的治療 甚至雙方感悟家 醫生都是公認醫療體 那你們一直這樣 就是 現在急症到很多人排 那你中醫 就叫你納入醫療體系 那你中醫 下個問題30分鐘 那就更加多人 要等得太久 那這個我覺得又不放學 因為你其實沒有 公共資源這樣擺放 即是假設我將所有公共資源 擺放在中醫那裏 那是否他排中醫的人 都要等那麼久呢 這個都是不一定的 所以這個位置 有些拘捕 就是說他都是不拘捕 政方呢 我覺得政策是清晰的 就是這裏面是清晰的 不過我覺得你們有個問題 就是你會去找到他 一些你覺得可以反隔開的時候 都是清晰藝術的 就是提了 然後我想聽多些的時候 然後你們講一下 我自己 就是可能有不同的 有不同的那個 就是我喜歡的方法 就是可能一些評判 可能會覺得 你三個項目 四個項目 你都反隔了他的 但是我會傾向 可能你捉住一兩個項目 是的 你就看得到他 每個人出來 他回答到你再問他 你快點答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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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答他 好過就講一講 然後又跳一跳進去 第二個項目 那這個我覺得 就不是那麼理想的 是的 那我再評多一點點 就是整體 我覺得兩邊呢 那個連論都有點靈離的 是的 就是我早兩天看到這條連題 我覺得如果給我去 去連論或者去談的話 就是一個很根本的問題 就是你必須要觸及 就是對公盟支援開支 有什麼影響 是的 就是所有的港幣 那如果你們 就我印象中 你沒有提過的 譬如一年政府 還在公盟支援開支幾多 如果我覺得 應該加進去 或者不應該加進去 其實這個開支 有沒有改變 即如果你的納入點 看我今年是花一百元 那我要加中盟進去 或者這百元 下廉都可以計算花一百元 那我辯論就可能不會 但是可能 有一邊就說 不是的 我們要加少少的 那這些 大家全部是沒有提的 那你只能看到 你說你覺得不好 我覺得不好 那有些力量 因為你講到第一 你公盟支援開支 是一個發展的方向 第一就是 對公盟支援開支 政府的稅收 或者其他負擔上 可以合作到 第二就是對市民 你是不是可以 屬服他們的特大使家 甚至對現在 一個更加好的發展 那你如果 最清楚那個方 都沒有看到 那我覺得有些問題 那另外就是 如果腳打 正方是否可以說 其實你有提到 不過都是講的 不夠信任 因為講分流 其實你中醫 其實現在已經 基本上幾間大學 都有中醫科 每天有一些人出來 而我們也有基礎的基建 的中醫診所 或者是大學的神科 所以如果我們 在不用增加很多資源的情況之下 只要把這幫人做得好些 那日本物業系系的話 其實可以短期 已經可以解決到一些 在西醫的體系裡面 多了出來的一些 病病的衰黑 那可以用少少錢 那就有些效益 那我覺得這個項目 都比我去做 可能這個會比較清晰 那反方 是否應該 成本效益 你也有提到 那你也有經驗 就是這樣 中醫不好 醫生人 那他們也看得久 那如果這個 成本效益 可能中醫真是 有沒有些研究發現 其實我們平均醫護一個人 大概真的要花多少錢 那如果我們在 有限的資源之後 你不增加資源 他們現在香港的 財政都不會那麼穩健 那可能來著 可能金融的通過又來著 那我們應該 放了些錢 在積屋房機 那我們不要加醫療開支 而亦都因為 中醫的成本效益比較低 所以暫時沒有做錯 那可能這個可能 我們現在 就是中醫的效益 所以 太快了 首先是最佳結論獎項 今天今場的最佳結論 原為政方的第二會議 至於今天的賽努維 政方得票3 法方得票0 換言之 今天勝出比賽的是 政方成功會的比賽 非常好的 多 bastard 感到延賞 太好了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